董老师 刚刚看到国际间高度关注 普希两人的关系 以及习近平到底会不会 军援普丁到什么程度 而且两人的关系真的会主客异味 普丁变成习近平的小老弟吗 好的 关于中国到底是 在这次的恶物战争中 是受害者还是受益者 其实有非常大的不同意见 我们刚刚看到的国际的评论 认为说中国是受益者 为什么 他讲了四点意见 第一点就是说 中国没有像这场战争 发射任何的飞弹 甚至是子弹 所以中国现在是唯一的军事强国 不缺武器弹药的 所有的军事强国 现在都缺武器弹药 都投到了战场上了 第二点 中国从制裁里面获利 所以说用低价 像俄罗斯大量购买了石油天然气 还有一些煤炭 所以获利 第三个呢 中国又抓紧了时间 扮演和平的创造者 装好人嘛 第四点 现在 这个最有趣的 现在普丁最尊敬的人 应该就是习近平了 因为这个普丁呢 他只听一种权力 这个power 他只听一种权力语言 谁的拳头大 谁就是老大 这是普丁的做人嘛 所以说现在普丁就很尊重习近平 所以说 从这样来看 中国似乎是获利者 不过 这个跟 这个中国 内部的有些战略学者 他的看法是完全相反的 我们等一下再说 好 问题是 习近平这段时间在忙什么 我们都知道 中共的二中全会 刚刚开完 二中全会的实质主题 现在看起来只有两样 实质主题 第一个 在国内外 鼓动这个反美的情绪 所以你可以看见 这个中共中央 这个第一级的媒体 最近连续发表了好几篇文章 在批判美国 譬如说 新华网 就出了一篇文章 美国的霸权 霸道 霸凌 极其危害 这个是有顺口流的 三霸 OK 这个文章 从政治 经济 军事 这个科学 科技 这个文化 来批评 美国对世界 世界的危害里面 最重要的 当然是 美国是全世界 军费最高的国家 而且美国在 159个国家里面 有 驻扎有 17万3千人的 美军部队 这个是在骂 骂美国 好 那央视呢 当然 也出了一篇文章 文章名称叫做 自祥是人权的灯塔 美国同工问题 灯下黑 当然就在骂 美国的人权的问题 这个中共最喜欢骂 美国的人权问题 有犯罪 有同工 有种族 有污染等等 所以说 这个中共 不会放过批评美国的 我是觉得是这样子 美国是有缺点 不是不能批评 不过 看这个中共批评的方法 它其实主要不是针对美国 也不是针对全世界 它主要是针对自己的中国的老百姓 让中 讲给中国老百姓听的 为什么 证明共产党的专制独裁的合法性 证明习近平的伟光正 伟大光明正确 所以说 当然 借这个机会 用文革的语言 在反美 这个是二中全会的第一个实质主题 第二个实质主题 就更好笑了 中共中央 发下了新的通知 新时代 加强法学教育 与法学理论 好 那中共的法学教育 法学理论 讲穿了 就是习近平的 法学思想 里面只有两个重点 那两个重点都非常简单 第一个 反对西方宪政主义 反对三权分立 反对司法独立 OK 这个我们的理解 第二个 习近平的法学思想的 第二个重点 党比法大 习近平亲口讲的 为什么党比法大呢 各位观众 你会觉得很习惯吗 习近平这么解释 因为只有共产党的存在 才会有法治 法治是依赖共产党而存在的 共产党如果不存在 哪来什么法治啊 所以党比法大 我们听了也是佩服佩服了 好吧 那简单的说 其实呢 他是要 习近平是要 这个捍卫 这个党的权威 你习个人的权威而已嘛 其实这些中国非常著名的战略学者 他们都看得出来 在这场俄乌战争中呢 其实如果跟俄国跟普丁绑在一起 对中国是最不利的 所以说这样 跟国际舆论 这样听起来看的话 俄乌战争对中国应该是 短多长空